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帕帕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看了 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这部漫画呢 阿直我个人其实相当的喜欢 非常温馨啊 对 我很喜欢的 这部漫画 他的书名叫做 隔壁的妖怪邻居 然后 因为日本那边好像宣布动画画吧 我是我怀疑啦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东力才代理了他 然后这部呢 他是全四集就完结的作品 虽然听起来好像蛮短的 但实际上 阅读起来 使他的分量意外的很够 当时我买了第一集单行本之后 他的单行本 拿起来的分量吧 他里面虽然每一篇 每篇都是大概才九页 十页这种 十二页这种 比较短的篇幅 可是实际上 整本阅读起来 分量很够 而且剧情的内容也很足 那 他这个世界观很有趣 就跟苏米一样 他里面是一个妖怪跟人类一起 居住在一块的故事背景 然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他是一个人类是跟现在有点平行的 平行世界的想法吧 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们呢 人类跟妖怪是 他们从自古以来就是 视作邻居相处 就是因为这世界诞生了神 然后诞生了人类 然后神跟人之间 可能就是因为人类的一些眼灵或心灵啊 或者是由神力所赋予一些 大自然的一些生物啊 总而言之就是 因为人类跟神的关系 所以诞生了名为妖怪的存在 而当人类开始知道说 其实这些妖怪们也是具有心灵的时候 然后人类渐渐的就开始 与这些妖怪们接触 最后一起算是共同生活吧 那就时间就是 从自古以来到现在这种 现代科技的这种现代化背景之下 人类跟妖怪一起共同生活 是一个非常常见 而且普遍的事情 那我们的这个故事呢 大致上来说啦 他是由三个同年级的小学生 可以分成用这三个小学生 来做三条不同的大支线 虽然说大支线有点 算是比较笼统的分法啦 可是因为我看到最后的结局是 我觉得分成三条支线 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 首先就是我们的 算是可爱的女主角 九岁的可爱女主角 叫做小木 嗯 然后他这边的路线就是 主要是他跟那个 守护他们那一座山区的那个天狗 鸭天狗 次郎 诶 那个鸭天狗叫什么次郎 对 次郎房 对 对次郎 诶那念房还念方 我都念房欸 方吗 应该两个好像都可以 对 反正就是跟这个鸭天狗 次郎房 就是很要好 就很像林家大哥哥这样子 他们这条路线 然后这条路线呢 还有牵扯了一些 呃 关于小木之后吧 跟他爸爸 因为他爸爸就是 据说是被一种 一种异空间给吞掉 所以就有点像神影 有点像神影 但是他们并不是单纯的神影 因为这个世界是真的有神的 所以他并不是单纯的神影 他是一种 更 算是更遏制的状况嘛 反正就是 对 这条是一条支线 然后后来有 蛮有趣的一条支线 就是这算是小路 他的故事线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拓石 对 另外还有一条支线呢 是拓石的支线 就是拓石他们家 有一只20岁的公猫 叫做那个 班小伟 班小伟的猫 因为他 20岁了很健康 结果他后来化成 那个猫幼 一种日本很有名的 两条尾巴的 猫腰 一种猫腰 其实关于 这一个故事啊 因为我后来在看别人的新德文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人 讲的蛮有道理的 就是我觉得他在 因为第一集 算是班小伟的戏份 稍微多一点点 就应该说 从头到尾 就是 因为从一开始 他变成猫幼的时候 他有点迷惘 然后到第一集的结束的时候 他变成说 他找到了他的目标 所以第一集可以说是 就是班小伟 他这条主线 比较明显 比较立体 然后他在提到 猫小伟 班小伟 这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前20岁 他是猫咪的身份 然后在20岁这年 他变成了妖怪 可是他变成了妖怪 在妖怪的资历上 他又非常的知浅 所以这一点 就有点像是我们人类 在从学生转换成 社会新鲜人的时候的 那个感觉 对 这个在故事里面 他有吐槽啊 就是他那个 他变成猫幼时 他有去那个 类似妖怪们的酒会吧 对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这个年纪 其实就有点像是 应届毕业生 加油啊这样子 真的很可爱 而且他们这个世界的 妖怪福利很好 就是当你妖怪 刚就是吧 新生的妖怪 刚诞生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些社会补助 然后还有什么 新生妖怪的那个 那个什么 支援旗之类的 就是他们有相配套的 那个社会福利措施 非常完善的 对 他们不只针对人类 他们有针对妖怪的 各种配套措施 这点非常好玩 我吸引我 对 然后就发现 其实大家就是 他们的生活吧 非常的 怎么说 就是你会发现 他们妖怪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是非常自然 然后像 这个是刚刚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拓石线嘛 那小木那条线的话 他就是 他那边有遇到 那个盆兰节 盆兰节 就是日本的那个 鱼兰盆节 鱼兰盆节 就是日本的 鱼兰节的概念 然后他们那个也是 就是他们死去的 家人会回来嘛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章节 就是他们就是 真的有那个精灵马 好可爱 就是 对对对 精灵马真的来 然后他们就有 而且要喂食 他吃那个 吃东西 然后爷爷的 爷爷的灵魂 也真的有回到家 可是就因为他们就是 他里面表现 优理的方式很有趣 就是他们不会直接 目击到 就只好像 稍微看到个影子 然后就是 刚爷爷回来了 干嘛 对我觉得那种 很自然的感觉 就是大家都不会怕 就是你的家人回来了 然后 大家也会期待 他回来的这种 表现手法 我觉得我相当喜欢 对 然后小木就是 在那个祭拜的时候 还想说 我有看到爷爷回来了 那我爸爸呢 然后他爷爷 还通常说 你不要随便 把你爸杀了 我觉得这点蛮好笑的 其实 以及说吐槽 不如说就是 怎么讲 那其实是有点 比较难过的剧情吧 因为其实我有看了 后面的剧情 就这段的表现 其实我蛮喜欢的 就关于他爸的 这段的描写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 刚刚不是讲了吗 小木这边是 那个四郎坊 四郎坊的故事 也很有趣哦 我也很喜欢这一段 四郎坊的故事 现在大概是在 中后期吧 会提 比较多 然后猫小 猫小幼 猫小 班小伟 好难念哦 对他名字很难念 猫幼班小伟 对猫幼班小伟 这条路线呢 他会带到另外一个 妖狐 就是百合子 应该叫百合子吧 百合 对 百合小姐 百合小姐 好可爱哦 妖狐百合小姐的 这条路线 好像是狐妖吧 对对对 没差了 反正就是狐狸的妖怪 对 也会稍微提到 他跟他家 家里家族之间的事情 就是他们其实会有 这两条比较大的故事线啊 然后因为他们 彼此又都认识 所以其实这两条故事线 会比较 比较 比较模糊一点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一个叫做那个 那个 聊野的那个 小男生 然后那个小男生呢 他是跟他们 搬上那个合同女生 之间的小小的恋爱故事 好可爱哦 对 这条恋爱之线 就比较类似 学员线 就是他们里面就 他们搬上的一些 一些趣事 对 他们的篇幅比较小 然后但是 我又觉得他 因为学员 也是会有一些 什么学校的 什么七大不可思议事件 之类的 然后他把他画得很可爱 尤其是那个花子 对 那个花子 实在是 我看到他出现的时候 而且他有一个重点 他虽然把里面 弄得像 异次元空间一样 但是马桶还在 因为毕竟是厕所 不是 你还没解释 他 你没有 你没有讲清楚 那个异次元空间 是非常可爱的少女的 那种反弹式的那种空间 然后还有斗软的沙发 跟那种 很舒适的那种喝茶空间 但是旁边有个马桶 对 那个 那个合同 应该说 应该从头讲一下 就是其实那个 合同小姐 她暗恋的 就是坐在她隔壁的同学 然后她在朋友的陪伴下 就是他们就 她朋友就说 那要不要一起去找那个 就是花子聊聊心事 然后就想说 蛤 找花子聊心事 然后那个门一打开 我就傻眼了 而且你没注意到吗 他们是真的是去女侧 然后那女侧的符号底下 还有一个资商室 超可爱的 就那个女侧的符号底下 有个资商室的logo这样 而且其实就连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脑海中的确也想说 哦 那女生可以找花子 那男生呢 结果她好像在 不知道哪个 哪个 哪个 空白非夜 好像也有提到说 男生可以找那个 保健室的那一位人型 对 日本不是有那种 恐怖会移动的那种人型 嘿嘿嘿 对对 会奔跑的 塑胶人型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 那个这位保健室的人型 她就真的很自然的 坐在保健室里面 你知道吗 就真的坐在 一般不是那种保健室 会有那种保健室的医生 会坐在那个位置 对对对 这个人型就坐在那个位置上 真的超好笑 对 就是那种 大家都很自然的 怎么讲 跟她认识吧 对 我觉得这种很自然的表现 妖怪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处理 我很喜欢 对啊 然后最让我意外的是啊 她虽然剧情看起来很像是 温馨的日常故事 然后各种这种 介绍这种世界观的这种故事 但是啊 她的结尾的大事件 意外的很壮阔呢 哦 是哦 对 很精彩的结尾事件哦 就是一个 这是因为她最近要动画化嘛 然后我觉得她这样拍起来 会是一部很精彩的作品 因为她整个从这种点滴的日常 然后在一些关于角色一些比较难过的地方 对她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寿命论的事情 然后关于离去的人是怎样 还有关于那些长寿的妖怪们 他们这些 这些年来 遇到比他们短寿的这些人类跟这些事情的一些 一些痛苦的辛苦的回忆之类的 他们都好好表现 那感觉就是不孤的菜了 对 而且她里面啊 她里面对于那种 因为我不是说她是个平行世界的历史吗 但是她几乎是对照着现实世界的历史 所以她里面又发生战争 那种巨大的战争 所以她里面 她里面很好玩 就是也不是很好玩 就是她里面战争时来空袭的 虽然她里面只有小小画一幕 但是敌方来空袭的啊 并不是战斗机 而是龙 哇哦 对 然后这些天狗们啊 什么妖怪们啊 也是跟人家一起上战场 这样子 他们也是在 在那种 1940年代 也是都打过那种世界大战的 对 但是在故事中 他们很 很隐晦的带过 就没有很着重去描写 他们比较注重是那些 当时的这种战争状况 然后还有 除了这个 他们在更早期一点 那种江户时代的那种战争 他们也是有 有描写 所以她整个故事 她是 你会发现她其实是 以现在世界的 的那种历史的脉络之下 然后带入了妖怪 跟人类一起共同生活的 这个过程 这样子 然后里面一些 关于什么 雨水吧 就带来雨水 是那种大太 大太法师 就是那种 巨大的气体 那种会带来下雨啊 或者是说那种 发生土石流 其实是那个 蛇妖闹事之类的 然后河里面也有河神 就是 这种很自然的 把妖怪融入在生活之中的 这种作品吧 我觉得 喜欢这类型作品 一定会看得很开心 而且 它不单单只有妖怪 它里面还提到了一些 比较科幻的要素 对 它里面 他们一直有提到一个组织 就是 专门在研究空间的 这种世界级组织 据说本部在美国 然后全世界都有直部 他就调查这种 算是异空间吧 然后他从一开始 就有在提这个机构 然后你会一直看到 最后面的整个大事件 就发现这个机构 其实一直都 以背景的身份 很低调的贯穿 整个故事这样子 所以这整部是一个 非常有结构 而且起程转合很完整 然后我刚刚不是讲 有三个 这三个同学 就是刚刚说的小木 小木 拓石跟那个辽也三个人 他们分别展开了 三条支线嘛 然后到最后结局 他们三个也特别被 Cue出来 所以我才会说 对 应该就是你这三个小孩子 然后他们周边的 这些人与妖的故事 这样子去发展的 但是其实他们 并不是主要的主角 因为有时候 在妖怪们身上的 故事其实特别的多 对啊 他短片很多 对 像我们那个班小伟啊 像我们刚刚那个 次兰房啊 还有那个百合小姐啊 对啊 这些 他们的剧情 其实很重 分量真的很重 嗯 然后关于故事的原型啊 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第一集的后继 就是作者在里面 都有针对每一个短片 他的故事的来源 像是这一个 呃 这个源之森 这个 他们人妖共存的 这一个 他们的聚落 是以作者 他祖母所居住的 靖岗县远周围蓝本 所以他故事里面 会有一些是 靖岗县那边 当地的妖怪 然后还有 那个据说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其实他在后面 有放地图 就是说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湖 叫冰明湖 然后就是那个 刚刚阿子说 那个大法师 他叫什么名字啊 大太法师吗 对对对 那个法师 他跌倒的时候 按下的手印 所以那个湖 就是有点像 手印的样子 就是一个湖蛮大的 然后我也有去 Google那个湖 觉得哇 那个还蛮漂亮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反正大家现在 都去日本玩吧 可以参考一下 对呢 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本 很出彩的作品 而且 能够在短短的篇幅之中 然后用这么多的 短片故事 他那 虽然是短片故事 他每篇短片故事的 的浓度都很高 就是 他 人家 你不是一般都会觉得说 好像九页 十页 好像 就觉得好像短短的 可是实际上 在看的时候 发现 他作者可以在 九页 十页的分量中 就把一个小故事 把它讲完 所以 整部看下来 就会发现 他真的就是 剧情浓度意外的 很高 虽然是日常 可是 情报量很够 所以读起来 其实 我觉得他蛮满足的吧 整个读下来的时候 有种 啊 满足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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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 从温馨啊 可爱的恋爱啊 然后到 那些 刚刚我们在讲的那些 不管是人类也好 还是妖怪也好的 那种各种烦恼啊 跟那种各种的 那种 感伤 然后我觉得 每次那个 是三本先生吗 他每次出现的时候 我都快笑死 魔王三本 对 这个魔王 其实很有名耶 你知道吗 在那个 怎么说 日本的魔王之一 对 好像 好像其实蛮多 跟妖怪有关的故事 都会出现 这位三本先生 但是因为 每一个故事 给他的形象 就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 我不是很记得 对 他的名字叫什么 三本什么什么 五位 我忘记他 五位 然后名字很长 什么五位门之类的吗 对对对 三本什么什么 五位门之类的 就蛮长的 对对对 这个 一个我们都忘记 名字的魔王 但总之 这个三本先生呢 我觉得他 非常的有趣 他每次出场 我记得那个拓时 就很兴奋的 在那个 第一集的最后 然后 因为三本先生 想要邀请 班小伟 就是 为他工作 对 他目前 他在第一集 最后面只说 他要为他工作 但实际上 什么样的工作 他也还没有 跟家人说 然后呢 因为三本先生 他同时又是 很有名的艺人 明星啊 所以呢 拓时就非常兴奋 说我要跟着去看 我要签名 然后结果一开门 就被 就被三本先生 吓到了 哈哈 三本先生 三本先生 他是一个 算是妖怪首领吧 毕竟就是魔王 等级的 就是魔王 然后对 因为他的 他的化成人形的样子 还蛮帅的 就是一个三四十岁 然后留个小胡渣的那种 怎么讲 非常帅 对 很帅的帅大叔 行男 对 行男帅大叔 然后就是一个 很有很知名的 知名的那个 什么讲 同时也是妖怪 妖怪大师 然后也是在 好像也有在政府工作吧 好像也是个议员吧 还是什么政治人物 我记得他是政治人物 然后还是 对对 他很会出 出使外交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他就对 他会全世界到处跑 他会开各种分身 他超忙的 对 然后这个故事里面 还有蛮好玩 就是他们曾经 有一段是 这样直接你也没关系 就他们去英国 然后在英国 那个地方是 真的有魔法存在 因为他说 英国那块土地呢 充满了浓浓的 魔法的那个能量 所以呢 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 他说所以说像魔法这种 以语言文字为主的 这种炎灵系的魔法 很相当盛行 我就还蛮喜欢 他们这种世界观 就是他们 以日本的角度来看 就是 魔法是一种炎灵 因为他也是一种 以语言来驱动 驱动的这种 灵力的这种做法 所以他们也说 这个他们就是 英国那边的 特有的能力 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 来解释魔法 好有趣哦 对 是我很喜欢 这个作者的世界观 他所 作者所建构出来 这个世界观相当的迷人 非常非常的迷人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所以我很蛮期待 他动画画会什么表现的 感觉很棒 期待期待期待 对 他里面的妖怪啊 一般来说 大家日本不是 比较敬畏那种 妖怪或敬畏鬼神吗 对啊 然后在这里面 他们确实也会敬畏神 因为神确实存在 然后他们对妖怪 其实是一种 就是邻居 但是也有那种 比较凶恶的 就是 比较危险的邻居 然后 像天狗他们就会 就这种比较友善的 就会保护人类这样 可是实际上 在日本历史中的天狗 其实都比较危险啊 并不会这样子 对 我印象中是蛮 所以辱人的是 是有点类似 对 他会辱走孩子呢 对 有传说啦 传说中呢 天狗的形象 很有可能是一些 流落到日本的外国人 有这样的传说 哦 蛮有道理的耶 用勾笔嘛 鼻子尖尖的 然后外形又不一样 讲的不一样的语言 而且要辱人这样 很危险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啦 嗯 嗯哼 好 这就是一种算是 就是 题外话 题外话 补充一下这样子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 因为关于天狗 其实 反正就还蛮有名的 对 他传说很多 然后各种跟妖怪有关的漫画 跟作品 一定会提到 也不是我一定啦 就是 如果有提到的话 都会用各种 其实我一讲到天狗 就会想到 红红的脸 跟长长的鼻子 所以可能就已经是 他们既定的形象了 嗯 但是那个是 一般的天狗嘛 然后可是像 刺狼房 他就是压天狗 就是他是乌鸦的外形 对对对 然后里面还有 里面还有类似 白狼天狗那种 就是狼外形的天狗 他们没有翅膀 但是他也算是天狗 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只狗狗 就是 眉毛长长的那只 好像就叫千代吧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早千代 因为其实在后季 在后季里面 他有提到说 那一个圆形 好像是 男性吧 叫早太郎 可是他就是 基于个人私心 他想要做成 女性的样子 所以就把他改成 早千代 早千代他也是天狗 他也是天狗 不过他实际上 是白狼天狗那一个的 就是 天狗大家都已经习惯 有乌鸦翅吧 但其实没有 天狗也有这种 犬类的 也是天狗 蛮有趣的耶 蛮有趣的哦 所以 我觉得 看了 会让人很满足的作品 而且才四本 我是很期待 动力把它出完啦 希望 希望可以 希望 拜托 Police 总之很推荐 我个人很喜欢这本 好 那 有机会的话 请大家就 多捧场一下 我觉得这部 很值得一看 隔壁的妖怪邻居 好 那关于 今天我们这部 推荐的作品 差不多就到这里啦 嗯 那 拍拍熊还有什么 要追加补充的吗 没有 没有哦 好 那 我们今天推荐就到这里啦 谢谢 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上班 我们要工作 好 回去 工作 哦 好 好 走 是 啊 感谢观看